今天天挺冷 兄弟 你做一道什么菜 养成萝卜牛炕肉 这个炕肉是怎么讲 炕肉是这样 要是在广东那边来讲 它们牛炕肉也就是牛蕾条 牛蕾条就是牛 这一扇排骨把排骨给抽掉 这就是肥瘦相间 而且吃起来这个肉的时候 是软嫩事故 而且永远不会产 实际上咱北方讲 咱北京讲就是牛蕾条 这块肉牛蕾条又叫牛炕肉 对 原材料总共就是五种料 炕辣椒 六个干辣椒 二十多个花椒粒 花椒粒 这个是党参 党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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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煮肉的时候它放一点山菜 这样给它改刀 大家看看这个肉 非常好喜欢 改一刀就行 在十公分左右 冲洗干净就行 冷水下锅 放几个干辣椒 放几个黄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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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炕酸 当归 姜 要放里面 OK 好 这时候刚才 咱们拿着萝卜 用上养生萝卜 是吧 这个萝卜要切成多少 两厘米厚的 就是一手指头这么厚 对吧 第一呢 咱们这个萝卜 冲 我先洗一下 咱们把萝卜的腥味给它洗一下 洗完以后 咱们上蒸香蒸 这样的话它不抢牛肉的鲜味 也不用焯水 直接蒸就行 对 直接蒸 不用焯水 这招是烂 不烂了 蒸半个小时 一定要蒸面子 牛炕肉煮的时间 小火慢煮 一个半小时 开锅的时候 这个白沫它给它去一下 上盖 上盖 开锅一小时 焖它30分钟 这时候咱们把咱的萝卜拿出来 哇 这个跟羊脂鱼一样 是吧 透明 80分钟了 那看一下 这个肉 你只要一扎晃了 行了 咱们先把这个肉给它捞出来 对 肥肥着 这时候咱们把这个汤的 馅儿笔子给它捞出来 这上面有很多鱼 所以说咱们什么叫养生 是小油 要把这个油呢 稍微的偏一点 油打掉 盐 这三勺盐 放了盐以后 放一个胡椒粉圆 什么都不样了 盐和胡椒 对 这个切的时候稍微呢 厚点 厚清 一米米米 所以说你看这个热肉跟凉肉真是不一样不好煎 要是凉肉的话 切出来形状更好看 好 这时候师哥 咱们开始 焦汤 养生 萝卜牛炕肉 这个师哥 说书秘密武器 还有两个小点 这两条点呢 香菜末 香酥 直接放里面 不放里面 另外呢 谁盛了的时候 盛一碗的时候 加一点 汤 这时候呢 我给你加一点点香菜 这个萝卜你快一点 一炸 这个牛肉和萝卜的搭配是绝配 兄弟 这汤一喝 肉一吃 我想起您的歌名 冬天里的一把火 又好 暖了我的心也暖了你的胃啊 哎呦 你还凶着 什么人 忍奥 什么人 忍奥 我老法 你想起我 你 чем不得来 你